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歌 对 今天会带来一些我自己的专辑里面的歌 还有一些其他的歌 所以是有发过专辑的 对 这专辑是我是花了三年的时间 然后做了一张专辑 然后现在还没有发行 即将发行 对 叫跟我去旅行 跟我去旅行 对 在网上都可以搜到 要去哪儿 去哪儿 你说去旅行去哪儿吗 对 跟着你去哪儿 去哪儿都行 去哪儿都行 对 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唱什么 第一首歌唱《蚂蚁》 对 这是一首带有某种色彩的一些 哪一种 某种色彩 哪一种色彩 还好吧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随便去理解这个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很好听 然后想把它放在第一首 每次我演出都是第一首这首歌 那好不好听呢 我们一会儿听了特色评价 是 1 2 3 1 2 3 3 2 我也继续走着我的道路 有些糊涂 即使是麻木 经过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我们玩玩了所有的寂寞玩意 离开的那个喜欢 可是每个叫做相干的年代 有一只麦打停在我的眼圈 但伸着头像我在表达着什么 他说我们人类画着有些无赖 太多的话都不敢讲出来 然后他又软子的爬上树 他刚才拉树也想好事自在 我也继续走着我的道路 有些糊涂 即使是麻木 经过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我们玩玩了所有的悲伤快乐 离开了那个幸福的年代 带上一个叫做小康的年代 经过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我们玩玩了所有的悲伤快乐 离开了那个幸福的年代 离开了那个幸福的年代 来 谢谢 你的专辑大概什么时候发 专辑可能今年吧 但是现在网上有几首歌曲 不全 然后其实现在我自己已经开始开始出售了 但是就是没有正式发行 我演出的时候会卖 我在网络上会卖 是CD吗 对 CD 就是自己招厂家硬的那种 对 然后我之前做了一个众筹 众筹 然后大家筹款 然后我就出了一个 对 你做音乐多久了 我做音乐2008年来北京 然后做学徒 学徒 录音棚去做学徒 录音吗 还是做 对 做录音工作 然后我就整整学了一年时间 然后跟着老师学习 大概一年时间之后呢 我就出师 然后给一些大传明星录音 比如说有谁 比如说 比如说很多 比如说林志颖 周传雄 还有阿朵 吴克群 等等吧 非常多 我说不过来了 对 做录音的时候师从哪位老师 我 我是 我是跟着台湾的一个老师 叫 叫郑老师 郑老师 对 然后他 因为做音乐 然后就是台湾的人比较厉害 然后 后来就跟他学这些东西 然后发现在我录音的过程之中 然后有一些 遇到一些大牌 不是说的吗 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 我能迅速的成长 就是 短时间之内 比别的学徒要快 因为我发现台湾人做音乐就是很严谨 对 很严谨 你就不能有差错 就是 你哪怕那么一点点 但是很多国内的人做音乐 然后 差一点无所谓 但是 脑子那么多差一点 你这个就 就 就 差一点 然后就跟大家说 这是一种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什么 但是没有数据说话 对 这个就 所以说 我是比较认真 做音乐 只要我有一点不满意 我都会 我可能会花三天 把这一点不满意的给它拿掉 但这点不满意可能要花三天的时间去找 但是我愿意花三天的时间 对 就差不多我是这样一个态度 好严谨 对 我们继续来听歌 接下来要唱一首什么歌 接下来是 这首歌是我专辑里面一首歌叫《迷途》 《迷途》 对 这是一首布鲁斯的歌 可是你不是要带着大家去旅行吗 然后就迷途了 这个是旅行是其中的一首 然后我这首专辑是比较民谣和摇滚都有 然后这是一首布鲁斯的歌曲 就是丰富 丰富话 然后 好吧 大家考虑要跟他去旅行的朋友注意了 要迷途了 没有道理 每一门坠入 世界太大淡然 你别不虚恶麻木 阳光太有太多 无法带你到处 现实无来无助 去他妈的舒服 走着我的道路 带着浑身伸出 走着我的道路 对 现实我要说不 Có 好 那都 好 那都 我在寻找迷途 在寻找迷途 Me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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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什麼時候唱的 這首歌很早 大概是2011年 這首歌可能就會比較 歌詞會比較灰暗一點 就是我是當時行走在一條巷子裡面 我感覺當時沒有前途的 然後在晚上夜晚伸出大概就 大概是11點12點 然後在那走 我感覺這條巷子就跟我現在狀態一樣 就是一片漆黑 往前走就看不到那種光明一樣 然後我就感覺 我就想衝出這種牢籠一樣的感覺 對 然後就寫了這首 然後覺得 就編曲上會越來越 包括唱的時候越來越激烈 就是我的一種嚮往 對 你覺得現在有人買專輯嗎 專輯怎麼說呢 專輯現在買的人不多 就是因為現在都是網絡時代 然後大家都去網絡去推廣啊 這些東西 專輯只是怎麼說呢 我覺得一個有十名音樂人 是要一張專輯的 就跟我們名片一樣 然後這樣來說呢 就是這個音樂人 他是留住了比較傳統吧 就這種方式比較傳統 在我心裡扎根了 就是一看那些 我聽到那些外國的一些大牌啊 他們都有專輯那種的 擺在那個盒子裡面是吧 很好看 然後我覺得我也應該是這樣 我們繼續聽歌 接下來這首歌叫做 接下來這首歌也是專輯裡面的歌 是一首比較純的民謠 這首歌叫做 春天的花開四季的線 跳出 夜車走過 還沒有人上路 這段旅途 你是否會感到孤獨 這首歌 明有的路 明有的路 我陪你輕鬆 情飄飄了 夢在風中飄過 天後 碎兒 那一声相逢 難得你一次前 悲傷 一起走過 生命的旅途 有 珍惜有 有 珍惜有 有 珍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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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珍惜有 有 珍惜有 在这个春天 幸福的春天 有 珍惜有 有 珍惜有 在这个春天 相遇在春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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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春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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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芳小镇 我成长的地方 蓝芳小镇 我心爱的地方 蓝芳小镇 是最美的地方 我看见窗外的鸟 幸福的靠在枝头上 我看见他们太美 就在我的窗前 我想起蓝芳小镇 我思念的地方 蓝芳小镇 成长的地方 蓝芳小镇 我心爱的地方 蓝芳小镇 是最美的地方 我想起蓝芳小镇 我思念的地方 蓝芳小镇 我成长的地方 蓝芳小镇 我心爱的地方 蓝芳小镇 是最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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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芳小镇 蓝芳小镇 你最后一个音 最美的地方 我想说如果你在唱蓝芳小镇 人生感悟 有低迷的 有奋进的 鼓励的 有关于友情的 有关于家乡的 有关于爱情的 爱情的也有 爱情的东西 今天因为我准备 没有准备那首歌 然后今天我是 接下来你说了这些 我接下来是让你感觉到 一种洒脱的 无所谓 管他呢 对 就是接下来唱的歌是 洒脱 继续洒脱 继续洒脱 洒脱洒脱 以及洒脱 以及更洒脱 对 是应该让我们红尘作伴 活得潇潇洒洒吗 这个歌就是 是专辑同名曲 旅行吗 跟我去旅行 好 这个歌我得站着 天边有到美丽的风景 它在向我慢慢靠近 一个温暖的小午 我带着它寻找美丽心情 告诉我 告诉你 怎样的 怎样的 还有了 还有了 跟着我 把这旅行 或许本来真很简单 又何必在意烦躁到过去 丢下它们 我们上路吧 简单快乐 快乐简单 告诉我 告诉你 是怎样的 怎样的 还有了 还有了 不错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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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Zither Harp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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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跟着我吧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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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继续给大家唱歌好吧 好 这首歌还是得有个战队吧 就像抬头的语言 什么说不清 像一切悲观和失望 只要往前行 是夜空中那一刻 如果你在前行 不信 你就在夜空中前行 留给我千万的思绪 你远走何夕何夕 或许 我俩像个千万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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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心 你的唱法也是明明灭灭的 像星星的那种感觉 这个也是带阴石摇关的一种 阴石摇关的一种 阴石摇关的一种 对 这个编曲的话 后面会飞起来 就是后面会 我很期待听到那个完整的版本 继续回到音乐吧 刘欣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做的 刘欣去年写的 去年 然后我是觉得有些人离开我了 然后有些人已经引走了 然后离开我了 然后我觉得和他们本来是 昨天我们还在一起 然后今天就我们是吧 天各一方 然后我觉得就跟我看的刘欣一样 然后我觉得瞬间划过去了 我想抓他抓不住的感觉 对 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来说挺痛苦的一个过程 然后就写了这种流行 可以唱那首压轴的歌了吗 可以啊 可以 这首歌叫走 唱完这首歌就走了是吗 对 看完我也要走了 打破街进发动了酒 一直准备好就走 迎来的司机跟着我一起走 欢迎新陪上当了窗户 春夏秋灯大变 昨天到新时候 伴着气息吹过票 塞在街头 有时候快丢掉烦牢吧 帅一帅头就别回头 别在为愚蠢的问题上纠结 不禁 穿过街道 那叫做寻求 还离开狂欢的狮子路口 才是幽默 踏上新的迷路 寻找一种东西叫做自由 我一直走在平坦高速公道 剩下心中的南方的路口 忘记世面所一直 只有在欢笑声中 在分别之后 总在想想想去的时候 虚寒温暖的花也要常有 欢喜过后 总有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我想 这是我人生没断的不冷空 有时候快丢掉烦牢吧 帅一帅头就别回头 别在为愚蠢的问题上纠结 不禁 穿过街道 马路走去远程 还离开恍惑的狮子路口 踩上油门踏着新的迷路 新的一种东西叫做自由 我一直走在平坦高速公道 谁在心中 装了满风的路口 我爱你 谁不设意着 只要就挨笑声中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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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节目做客 谢谢 跟大家分享好的音乐 分享你的观点 分享有趣的事情 好 谢谢 祝你专辑大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拜拜